轉成無線的HDMI 然後投影到這個電視 然後這比較厲害是他可以轉90度 在那個RX端的時候 在這位那個小姐 按的地方 他在藏在這個電視後面 按下去他變成是橫式 他現在是顛倒了 然後再按一次就 就標準的這個直視 然後再按一次就正常了 要怎麼將手機啊 投影到這個電視螢幕啊 市面上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要告訴大家說 到底有哪些種 還有各自的一些優缺點 首先第一種方法就是用這個 usb-c的模式 像這個是一般的usb-c hub 他後面這邊有個hdmi output 如果你的手機有這個usb-c的動的話 你可以試著連連看 這樣子接出來 然後再連接到你的電視螢幕 你看電視就會出現了這個 手機投影的畫面 但是我在跟大家報告說 並不是說所有的這個usb-c的手機都有 這樣的功能 比如說啊像這種小米的這個手機 他雖然是usb-c的這個接口 可是你這樣 接出去他一樣是沒有畫面的 我們講一個專業的術語 要怎么样的usb-c的手機才能夠支持 hdmi的輸出 你的手機啊必須要有usb-dp automo 我們再把這個應用把它延伸出來 如果你的手機能夠接usb-c hub的hdmi連接到電視 表示說啊你的手機他有支持 呃usb-c dp-automo 這樣的手機你連接usb-c 的傳輸線連接到一些 電視他宣稱說有dp 的這個顯示的這樣的螢幕的話 一樣可以成功 剛剛我們提到說 並不是說所有的usb-c的手機都可以支持 dp-automo 那麼我要怎麼判定呢 好很簡單你可以啊在google play 下載一個app叫做這個usb-c的這個 視頻檢查器 然后你請你把它打開來 你看他就會告訴你說 這一只手機啊 他是支持這個 usb-c的這個video的cable的傳輸 也就是有支持這個 dp-automo這樣子未來的手機 比如說像iphone15以上 都會支持這個usb-c的接口 這些手機啊都是支持dp-automo 然后呢安卓比較高階一點的都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要走這個usb-c 的這個dp-automo呢 其實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你將你的手機 投影到你的電視的時候 他可以看所謂的netflix的這個影像 呃 我們這種方法是最物理性的方式 是保證看得到這樣的畫面的 所以現在很多廠商啊 他為了也要做到 方便說可以投影到電視 可以看這個netflix的畫面 他也把這個usb-c 這個dp-automo把它改良了 我們該講說 這個手機連接這個hub之後 其他是有線的嗎 然後連接到這個電視螢幕 但有些廠商啊他就把這個 有線的usb 的這個hdmi的hub 然後多串上一個hdmi的tx的這一個 轉換器 那他變得無線的 就是這一塊 這個就是ezy case的mini pocket 他就是將這個usb的這個hdmihub啊 多串上一個 txrx 變得無線的 也就說這邊的hdmi出來他就多穿一個hdmi的無線傳輸器 玩法大概就這樣子 好我們來接接看 這個有分 TX就是接你的手機 RX呢就是接你的那個顯示器這樣子 我們先接顯示器 顯示器要接電源 這邊這樣子 然後把 顯示器的hdmi給接上去 在這邊 hdmi 好這樣子 好他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之後呢你再把你這個的tx連接到你的手機 連接上來這樣子 然後自己就會去配對 你看喔 這時候就是這個達成的這個 手機呀 走usbdpoutmode 無線傳輸的這個目的 這樣子 轉了無線的hdmi 然後投影到這個電視 然後這比較厲害是他可以轉90度 在那個RX端的時候在這位那個小姐 按的地方他在藏在這個電視後面 按下去他變得是橫式 我再按一下 喔他現在是顛倒了你看 然後再按一次就 喔他叫標準的這個直視 然後再按一次就正常了 跑出就是很方便但是有幾個小問題就是 第一個就是 無線的感染問題 第二個就是相容度 不是說所有的安卓的usbc都可以走 你要看他有automode才可以走 還有lightning的iphone 是不能走的 接下來我們介紹第2種方式叫做無線投影 就是安卓他所謂的mirror case的 還有這個 iphone啊所謂的這個airplay 我用我公司的這個手機只是全螢幕的投影器做一個示範了 他可以走這個airplay跟那個 mirror case的 如果你是安卓手機的話你就要走這個mirror case的 因為目前大部分的安卓手機啊 他都有做這個mirror case的這個支持 好我們先連接這一個電源 接上來 然後把hdi給接到電視螢幕 我先要做這個 mirror case這樣子 好 這時候電視就會出現畫面了好安卓啊做這無線投影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你就這樣接你也不用串到你的那個同一個路由器上面 拉下來就可以了 以這個三星為例 他叫做smartview你就按下去 他就會去抓到這個 這一臺 電視啊如果電視有內建這個 mirror case的或是轉換器 他就直接投上去 你就給他按點下去 就立即投影 安卓是非常方便他不用投一個網路 就可以直接投影出去了 看出去了 然後呢我們這個 設備也是蠻有意思的 你要看哦他也是 可以轉方向的我們這邊有按鈕 按下去 他可以旋轉方向 比較特別啊 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播個影片試試看 播一個youtube的秀詞試試看吧 這樣子 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iphone的這個 airplay iphone比較討厭啦 因為iphone啊他沒有辦法直接連線這個 airplay 你必須要 將你這一個 電視或者是轉換器 連接到你家的那個路由器 那個是我的路由器 他每家的路由器是不一樣的 你要去設定好 去進入他的同一個網域 去設定這樣子 好 然後呢 你就是 將你的iphone 先把它 往下拉 然後這邊有個投影的符號 這樣子 給他點一下 他才可以投影出去 iphone必須要同一個網域才可以使用 就這樣子出來了 就有了 跟剛剛一模一樣 這是無線的技術啊 他採用的是airplay 也有人將這個airplay的技術把改良成有限的 就做出類似這樣的hub出來 這叫做lightning hub 他的HDMI輸出啊 其實骨子也是走airplay的 我們來示範一次 為什麼骨子你是這樣子 因為很簡單 你看airplay啊 他一定是 叫往上拉一定會看到一個這個符號 這個 要去點這樣子 去 去做投影 你有看到這個動作 就是airplay的技術 那這個是不是也是這樣子的 我們來玩一下 他是走有限的哦 這是啊lightning hub 我們先接電源才能用 好這樣接上來 然后呢 他的玩法就是有點要仿製這個 usbc hub 可是他的骨子里啊 還是走這個airplay 你看一下 是這樣子 你要看到一個充電的符號 有充電符號才可以使用 好這樣子 串上電源這樣子 然後把HDMI把連接到lightning hub 好 這時候你看哦 看電視 他出來這個畫面嗎 那要怎麼投影到這個電視上面 用你的拇指 你看哦他骨子里還是走這個airplay的方式 只是啊 無限的地方把它處理成這個有限的 你看就是按這個按下去 你有看到這個 動作就是airplay的技術 好看出去了 那當然了這一款他沒辦法旋轉90度啊 他就只有 呈現的是中間 直立的然后左右補黑邊這樣子 這個airplay跟剛才講的這個 usbc的dp auto mode最大的差異點就是在於說 你看netflix的問題啊 這個東西啊 你看netflix啊 他是無法呈現的 他會出現一些什么copy write 或者是直接給你黑屏這樣子 不讓你看netflix 如果你本身不看這個netflix 那些有版權的app影片的話 其實airplay其實也是蠻方便的啦 那我們接下來再介紹另外一種 在大陸常看到的一種技術 就是用有限的usbc的 連接的方式 我還是用這一個盒子做個示範了 這個方式啊就是將 你的手機啊 串上一個有限的usb的傳輸線 以這個iphone為例就穿上一個lightning的傳輸線這樣子 然後連接到這盒子的屁股這邊 連接上來這是走有限的 然後這時候 你的iphone就會自動投影到你的電視 這樣子 這個轉換器很特別啊 他可以旋轉角度啊你看 這個按鈕按下去 他就會旋轉了 這樣子 ok 這個是採用的這個 有限的這usb的傳輸線 那安卓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安卓你就串上一個usbc的傳輸線 這是usbc傳輸線 就接上來 到你的手機這樣子 接進來 好這樣子 然後按 開始 他就投影了 你會發現啊這個字好像有點扁 那是因為我的螢幕是16比9 然後呢 這個是20比9 所以他理論上應該是上下補黑邊 那我今天把硬撐 變全螢幕 那當然你可以用這個app把它給克服掉 因為安卓走這個有限啊是要關app的 iphone 該是不用的 我們打開那個app這樣子 然後你看啊這邊我不要按全屏 我就按 不要全屏 你看他真是應該呈現的是 上下有黑邊這樣子 ok你看 這樣的 字的icon的比例才是對的 一樣的道理 用這個usb傳輸線 連接到這個轉換器這種方式 他的問題跟該的那個airplay miracase是遇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 netflix是沒有看到畫面的有版權的 我們再總結一下吧 手機的畫面傳輸到這個電視有 三種方式 第一種啊是usb dp auto mode 他採用的是最 基本的物理的方式 將 類似usb hub的這個hdmi連接到電視 我們要注意的是說 並不是說所有的手機啊 都可以支持usb dp auto mode 不是說所有的usb c的動的這手機都可以支持哦 你要實際測試為準 你可以用剛才appd做測試 然後呢用這種方式啊 多串一個那個什么tx rx 變成無線的模式 就是這個廠商做出來的 這ezy case的mini pocket的這種方式 其實他骨子裡面 tx那一端他還是走usb 的這種hub這種模式去傳輸的 好第二種模式啊就是這個手機內建的這個 無線的傳輸叫做airplay 跟這個miracase的這種方式 好那這種東西的話 他跟該的那個 usb c dp auto mode比起來 他的缺點是什麼缺點就是他不能夠看netflix 第一種方式用hub這種方式是可以看netflix 那這一種是 不能的用airplay啊用miracase不行的 ok目前還是沒辦法解決這問題 所以為什麼廠商會發展第一種模式 可是第一種模式的問題就是說 iPhone只有限於iPhone15啊 那又不是所有安卓手機都可以支持這個 dp auto mode 都有優缺點啊 沒有所謂的對或錯 如果你不是要看netflix這種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也沒有必要用到usb dp auto mode這樣子好吧 我們講第三種 第三種是usb的傳輸線 連接到這個盒子 那一樣的道理他跟那個airplay 跟miracase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不看netflix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差異了啦 說明明的聽說明 gele到這個盒子 還有另外